主内一家人 五家情一身 基督五家主日家训 每周与您精彩相约 幸福小组研习会 明年一月就要举行了 在连续几次的家训中 牧掌们都为家人们做了介绍 并鼓励大家多参与和了解 今天我们有请张牧师来和大家分享 弟兄姐妹平安 教会明年一月份将会邀请 台湾的福气教会到我们当中 举办一个幸福小组的演习会 幸福小组是由许多牧掌们 所推荐的一个传福音的平台 我们邀请弟兄姐妹祷告以后 我神感动你们来参与这样的施工 谢谢大家 基督之家第五家特别邀请 高雄福气教会团队 在本教会举办幸福小组演习会 时间为2020年1月17日到1月20日 报名显已开放 您可以在网上报名或主日崇拜后 在大堂外询问详情 北加州仅此一次盛会 名额有限 请家人们报名从速 圣诞节即将到来 在这充满平安喜乐和温馨祝福的节日里 教会特别准备了丰盛的晚餐 诗歌 短剧 音乐剧以及舞蹈节目 邀请大家一同来庆祝这个 纪念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 12月14日周六晚 五家将举办《爱的真谛》圣诞晚会 六点开始晚餐 七点晚会正式开始 期待您的历领 为了迎接新年的到来 教会书店预备了多种 2020年的阅历及日历 除了广受欢迎的年历记事本 及书法阅历外 最新推出的每日灵修日历 提供您一年365天中 天天都有不同的灵修内容 其中包括每日读经 人生小语 耶稣生平 中西发明 动动脑筋 音乐通识 知识百科 及周末佳肴等等 每天陪您灵修读经 及增长见闻 不仅是您平日灵修的好帮手 也是佳节赠礼的好选择 欢迎家人们到教会书店购买 另外 考虑到每个周日 财务组的同工 都要花费很多的时间 来整理支票 结算数目和输入信息 在此 我们特别鼓励家人们 用PayPal Giving的方式 来进行网上奉献 以节省同工的工作量 还有 今天下午1点15分 就是今年的教会年会 将有教会事工的回顾和前瞻 并接纳新年度的执事 请家人们务必留步参加 最后 本年度第四次洗礼将于12月22日主日举行 请清楚得救 愿意受洗的家人 向教母同工报名 及早开始准备得救见证 愿神祝福每一位家人 我们下周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